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本节目由金水宝特别支持 肺鼠筋 肾鼠水 股肾易肺 金水宝 大家好 我是暖一 首先欢迎本场调解员 胡建云 胡老师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的所有成员 欢迎大家 也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 一位是徐女士 还有一位是张先生 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 有什么样的诉求 很简单 离婚两个字 原因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 没担当 马宝兰 这就是我的形容 你今天是来为了离婚的 还是说如果他能够做一些改变 你就可以不离婚 我也不想 还是想离婚 我态度还是想离婚 我来呢就是为了 还是想调解一下 你不想离婚 我觉得还是检讨一下自己 看就是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徐女士和张先生大学毕业后 经亲戚介绍成为夫妻 有一个儿子 张先生以前在企业做销售 后来辞职 开了一家百货批发商行 徐女士一直是一位社区工作者 除了工作 她还要承担家里的一切事务 结婚16年来 徐女士觉得自己像一匹老马一样 在张家任劳任怨 但是今天她真的受够了 只想解脱 张先生却没法接受这个结果 今天她还能挽回妻子吗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他们走向了今天这个局面 因为我身体原因没法给我二位了 那个时候没有条件 跟她妈和她们住在一起的 随时在家里面骂 你能承担你婆娘 就这么不会过日子 又吃都不给我二位 你要喂哪一份 你煮个东西 把火开那么大 闹得气 你洗个衣服 你为什么把水来开那么大 只是我的家里面 你为什么这么浪费 你爹妈妈把你交好吗 随时在家里面骂 我也没说谎 请问 你说的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啊 我后面 你在家呀 这才200几年的事情了 我们刚才我跟妈讲了的事情 就跟她讲了很多道理 她听不进去 你妈骂我的时候呢 你妈妈骂我出门被车撞死 这个时候流行看环祖哥哥 我说你这么 你像环祖哥哥里面的 容嬷嬷那样 你拿针来扎我嘛 然后她就说 男朋友 你给老子滚 这是我在家里面 你滚 吵了以后第二天你猜怎么着 他二弟 他大哥 他们所有人来了 那一次 之前没说什么 吃完饭以后就所有人坐在桌子上 就我一个人 就是一桌子的人对着我 咨询我 他们也吭气 他们说 我妈说你拿针炸他 我说我什么时候拿针炸他 我说他们那么骂我 我和他叫像 我说摸摸里面那样 你拿针来扎我嘛 你来阻挡我嘛 当时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就是大姐说的一句话 你们过不下去就离婚 我就说的 你就离嘛 我说这种日子非常崩溃的 你们俩发生这么激烈的冲突 他一完全不肯气 再讲 天天照常再讲 然后他妈就摔碗 摔厨房门的锅 摔羊带她的门 我就喊着 我说我设不了了 你妈天天这么骂 我要崩溃 我就抱着娃娃 我就搭着她 我就搭着她 我说跟你两个条件 如果你觉得那个话 我们就搬出去住 我们不要住在一起 第二个条件 我们就离婚 是这个情况 因为我们了解 我的妈那个性格 她没有文化 年龄大了 而且从小 那个深厂的环境 当年我的外公 在外面工作 也没管到她 姊妹也多 所以她从小就讲成那种 那种蛮不讲理的那种性格 你自己知道 妈妈是这种性格 那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 有没有做一些努力 在中间调和一下 最后好像也说了这件事情 我去想的是 事后再跟她慢慢说 因为当时如果一说的话 就是火上浇油 特别像我妈 你说的话 她更是更加火魔三丈 那有没有说 事后给妻子 说几句安慰的话 说过 但是肯定说得少 你是用怎么样语气说的 你每天就在家里面 吵吵吵吵 吵什么吵吵 我妈的性格就是那样子的 你要想到我怎么样 所以你认为 她跟你解决的方式 和表达的方式 你也是能接受的 对 当许女士和婆婆发生冲突时 丈夫没有站出来调解 当许女士被婆家人质问时 丈夫没有站出来辩护 在许女士看来 丈夫不过是这场闹剧的看客 她感到孤立无援 虽然内心是悲伤的 但许女士知道 要想把日子过好 必须远离婆婆 在她的威胁下 丈夫同意搬出来居住 然而她没有料到 丈夫仍是出来了 心却还在婆婆那儿 哪怕许女士生病 无法自理时 都指望不上一点丈夫 搬出来住以后 她是早上 中午晚上 都是她妈妈那边吃饭的 家里不回来吃 早上我煮了也没吃 摆在桌子上 我下班回去 她还是在桌子上 我就觉得她好像 脱离不到她妈妈一样的 我生了一场大病 是不是 腰椎肩膀突出 压迫神经 那一次是最伤心的 天天上班 站了十几个小时 你从来没问过我 从来没问我什么时候下班 从来没问你吃饭没有 腰椎肩膀突出的时候 那个时候压迫 左腿神经 我连裤子都没法穿 连鞋子都没法穿 是我娃娃把我腿杆 给我放到裤子里去 我娃娃蹲在地上 帮我穿鞋子 那个时候孩子多大呀 六七岁的那种概念 反正还小 她不会伸手做任何事情 她从来不会主动 伸手做任何事情的 下楼梯我娃娃扶着我 然后我去理聊 然后我去牵引 我就说我走不过去了 走不过去了 请你用电停车 把我拖过去一下 拖着把你拖到医院门口 然后弄完了 理聊完了 一切弄完了 回来打完之后回来 直接把我送到这边 坐上这个小区门口 你就是一拨一拨 上不了楼 她不会把你送上楼的 她一拨 当时我想到她 应该能够 应该能够自理一下吧 就是好像当时 有点这个想法吧 我老婆这个人 她跟她有的事情 她比较坚强吧 就是做的时候 对说是有些事 她没说明 但是我肯定有时候不明白 印象最深的就是 我上不了楼 小区没个老大婆 年龄都挺大 还在说 你们家没有人啊 你生病这么严重 你上不上到楼梯啊 你咋这样啊 一拨一拨的 我这个腿的完全没有那个 上不了楼梯 我说有 家里面有人 但很忙 要不要我扶你啊 我扶你上楼 不要 我说我自己慢慢 我慢慢会上去的 上去我 我回去一睡 就是一整天在床上 平常都睡 但是她晚上 早有在她妈妈那边 吃完饭 九点过才都回来 回来从来不都过问 你今天腰好一点没啊 扎了针 有没有减轻一点啊 从来没有问过 可能当时 关心不够吧 很粗心 意识不够 当时我想的 肯定就跟一般的那种毛病 有点差不多 就是腰痛啊 或者是那个东西 就是觉得不是很严重 没有很重视 想到这一段 许女士忍不住 煽然泪下 她渴望丈夫的关心和帮助 却怎么都得不到 张先生即便现在 意识到自己的不足 但这么轻飘飘的几句话 恐怕无法填补 妻子内心积累已久的伤痕 许女士说 令她伤心的 不只是生病时候 丈夫的冷漠 还有一个情敌 让她非常崩溃 许女士累不累 饿不饿 丈夫从不关心 仿佛手机 才是丈夫的终生伴侣